1954年落成的皇后码头 过去半个世纪留下不少港人的足迹 70年代 几千名泳手 由旧九龙火车站 由渡海泳去皇后码头 皇后码头 是本港唯一一个 被市民用 又举行重要官方仪式的公众码头 71年麦里浩上任的时候 电台记者 在大会堂低座现场直播 新任港督麦里浩着事 抗力所承错的 慕莲夫人号正在向着皇后码头 这里洗过来 现在见到麦里浩着事 首先是报下慕莲夫人号 登上石级 没错了 现在已经登上石级 现在麦里浩着事 已经走上检阅台前 接着就是行皇室敬礼 在皇后码头登岸 八六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港 由当时的港督尤德 在皇后码头迎接 当年的电台直播说 不少市民涌到码头附近 一堵女王风彩 现在我们看到了 看到女王已经接近了码头的地方 而我们在上高 也是平息静气 等待女王这个重要时刻 第二度踏上我们香港的地方 现在我们见到这艘船已经在埋岸 开始拍进来皇后码头 也都敲起10点15分的时刻 皇后码头见证了香港一段殖民地历史 政府去年侵策中环天星码头 引发民间一场保育抗争